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曰 我們現在來打一下8月的LV10 那這邊的話呢 帶大家用黑金的嘉嘉老師來做一個通關 然後那個時光牌的話 我帶的是換取生命的代價 那如果說沒有時光牌 我們就讓嘉嘉帶上腐化龍科 同樣可以無視傷火十字 因為這次的十字、數字都是腐化敵技 所以如果你有腐化龍科讓嘉嘉帶上的話 那當然是比較好一點點 那不過沒有的話沒關係 我們就是用時光牌來輔助這樣子 看你喜歡哪一種方式 好 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說還有疑惑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嘉嘉 然後我們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個魔嘉嘉 好 然後這邊我們去符合紅綠燈 OK 好 接著來到第二 好 第二的話我們先開地獄嘉嘉 然後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這邊我們開珠景的技衣 然後我們點火加水喔 好 那這邊先送他 好 那第二回的話我們就開機械嘉嘉 然後我們點水更新 好 然後一樣開個魔嘉嘉 好 然後再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那這邊就一樣 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OK 好 接著來到第三喔 好 第三的話我們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嘉嘉的飢餓 那等一下要記得喔 就是我們抓流光珠大力轉 但是我們要塞進開飢餓那一隻喔 他會發光啦 像我剛開的是附隊 附隊就在發光喔 這個你就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好 然後我們就開嘉嘉的飢餓 好 然後這邊我們就抓流光珠大力轉喔 對 開上去有延長20秒轉租時間 所以很夠 你就慢慢去把C數拉高就可以了 好 但是不要忘記我們的任務喔 就是要把他塞到開祭餓的那一隻嘉嘉老師身上 好 這樣 OK 好 那這邊 其實你可以先看一下喔 因為前面其實我有帶腐化龍科 那差不多打到腐化的時候 欸 傷害就已經貫穿過去了 所以 其實整隊真的只要有一顆腐化 大概就很夠用了齁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還是示範時光牌的做法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嘉嘉 好 然後我們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魔嘉嘉 好 然後我們開飢餓的飢餓 對 那個飢餓跟飢餓分開成不同兩隻開 前面沒有特別提到 不過近期的影片我應該提了 少說一兩個月左右了啦 大家要記得齁 就是開嘉嘉的飢餓跟飢餓 分開成不同兩隻開 因為這樣子兩隻武裝能力都可以吃到齁 好 接著第五 好 第五的話我們開地獄嘉嘉 好 然後我們開珠景的飢餓 好 然後我們再開珠景的飢餓 然後這邊我們點水加火 好 然後這邊我們再補一個嘉嘉的飢餓點水喔 OK 好 那這邊就直接送他 好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第六 好 第六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嘉嘉 好 然後我們開機械嘉嘉點水加光 好 然後我們開魔嘉嘉 好 然後我們再開個嘉嘉的飢餓點水 OK 好 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 接著第七喔 好 第七這邊的話我們開個地獄嘉嘉 好 然後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嘉嘉的飢餓 好 那這邊一樣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 這邊帶走 好 那這邊一樣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來 接著是來到第八喔 好 第八這邊的話我們開地獄嘉嘉 好 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 然後我們開朱瑾的飢餓點水 我們點木加水喔 好 接著這邊的話我們開個魔嘉嘉 好 那這邊一樣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 這邊帶走 來接著第九 好第九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龍科之力稍微去塗一下數字23 那可以塗水多一點沒有關係 好來這邊我們就先塗 5 10 15 20 好然後23 OK那其他珠子你可以把它稍微塗掉 這樣子 好那等時間到 好時間到之後呢 我們就開家家的忌餓 然後我們點水 好那這邊當然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OK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呢 我們開地獄家家 好然後我們開家家的忌餓點水 好然後這邊我們再補一個魔家家 好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去符合紅綠燈加 轉到滿版 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那個 19C的部分 我們這個版面是5啊 那加上隊長暨正副隊長的12 這樣總共來到17 天降兩波的話是 19 就會剛好符合敵人要 所以換言之啊 其實我們不能讓版面少於5C 所以這個再轉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有轉到5C 最後的結果就會是有19的 好來1血這邊就帶過去 好第二條血的話呢 我們就一樣開地獄家家 好然後我們開家家的忌餓點水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接著第三條血這邊的話 我們開機械加加 然後我們點水更新 好那我們開魔加加 好然後加加的忌餓點水 好然後加加忌一 好那這邊的話呢 原則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已經無視減傷抗性了 所以你消債多水都沒有關係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是加加老師過這個月的LV10 一樣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